很多家长问我,小学到初中的九年,哪一年最关键,最危险? 当你的孩子还在读小学和初中的家长,一定要坚持看完,强烈建议点赞收藏,提前做好准备。 小学的孩子只要上课认真听,作业认真做,那就能提分。 但这种学习方式最多支撑到初二。 初二这一年,可以说是所有学生学习上的一道鬼门关,绝大多数学生的成绩将毫无避免的出现下滑。 为什么呢?因为数学开始忠实几何,英语开始忠实语法,语文开始超越书本,物理开始忠实力学。 这些知识非常灵活,老师上课讲,已经无法满足考试的需求,必须学会自主探究规律,训练思维。 一旦转型成功,以后孩子的学习根本不用操心,考重点高中和大学将不再是梦想。 如果你还有像小学那样,老师说什么,咱就做什么,成绩必然会出现断崖式的下滑。 这种能力越早学会,效果越好。 如果你想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,请关注我,我是Z老师,教学十年,每天早上七点钟来我直播间,手把手教你学会,让孩子开窍的学习方法。 喜欢的,点个小信心吧,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得到帮助。